没想到,当卖王室的瓜是越吃越多了 前几天,我们说了当卖王室的夺鸣纷争 当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突然宣布 夺走四个孙子孙女的王室头衔 他们都是小儿子,约阿基姆王子的孩子 约阿基姆王子和他的前妻,现任妻子站出来说 他们对女王的决定感到震惊和难过 认为孩子们受到了虐待 玛格丽特二世为了缓和气氛,发表声明道歉 说没想到这个决定会造成这么大影响 但她无意撤回成命 因为她想让当卖王室变得更精简,更现代化 减少成员是必须的 原本,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但西班牙媒体发了出当卖王室多年前的料 发现情况比人们想的还复杂 女王撤掉约阿基姆王子后代的头衔 部分原因是她和哥哥一家关系僵硬 据称多年前,她爱上自己的嫂嫂 玛丽王储妃让两家见行见缘 我们之前说过,约阿基姆王子结过两次婚 第一次是和文雅丽 第二次是和法国人玛丽卡瓦利埃 她和文雅丽的婚姻持续了十年 在2004年9月提出离婚 次年正式生效 官方的说法是 离婚是两人兴趣相差太大导致的 文雅丽热衷公益 约阿基姆王子喜欢赛车和足球 属于价值观不同 但当卖媒体认为 责任主要在约阿基姆王子身上 她好饮酒,又喜欢调戏女人 硬生生把妻子逼走了 早在2004年,当卖八卦小霸 花了23页版面 想说王子如何在宴会上 花生花花公子 看来,我们的约阿基姆 已经变成了一个热爱吵闹音乐 烈酒和迷人女伴的派对王子 据内部人士说 王子在威德尔伯爵的婚宴上喝醉了 他和一些女士变得越来越亲密 非常热切 王妃在婚宴结束前独自离开了 他对司机大喊 我现在就想坐车离开 他基本是冲了出去 最了解 就是在那件事情后 两人的离婚程序开始启动 约阿基姆王子有好感的女性不少 大多数没有曝光出来 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让媒体们怀疑 约阿基姆王子喜欢过自己的嫂子 玛丽王储妃 玛丽王储妃是弗雷德里克王储的妻子 她是澳大利人 原名叫玛丽唐纳森 2000年 玛丽在悉尼房地产公司 担任销售总监 弗雷德里克王储和她的弟弟 约阿基姆王子 当时来参加悉尼奥运会 和她在一家酒吧相遇 漂亮聪明的玛丽 很快吸引了王子们的注意 不久后 弗雷德里克王储开始和她恋爱 奥运会结束后 发展成长久的异地恋 2001年 玛丽搬到当麦 和王子两兄弟有了更多接触 三年后 她和弗雷德里克王储 在哥本哈根大教堂结婚 哥哥结婚了 当弟弟的 应该高兴才是 但 约阿基姆王子的举动 变得奇怪起来 她和文雅丽离婚后 很快和法国人 玛丽卡瓦利埃 约会 玛丽一登场 当麦人就糊涂了 她的名字和玛丽非常像 生日只差一天 最最关键是 他们怎么长得那么像啊 简直像是双胞胎 相同的脸型 相同的发色 相同的气质 简直是一个母子 李克出来的 很多当麦人根本分不清 经常在玛丽的报道下 评论玛丽 玛丽的报道下 评论玛丽 有人甚至一直到2019年 才发现 玛丽和玛丽不是同一个人 兄弟俩的审美相近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文雅丽和玛丽 长得又不像 这变化有点大啊 谈了两年恋爱后 约阿基姆王子和玛丽 卡瓦利埃宣布结婚 婚后两个月就出现 惊天大丑闻 瑞典杂志报道 在给当麦皇家卫队 团举办的宴会上 约阿基姆王子喝醉了 当着妻子玛丽的面 试图亲吻扫玛丽 带着明显的醉意 玛丽特女王的小儿子 试图用嘴唇 封住她嫂嫂的嘴 她尽可能地让开 连伤挂着平静的微笑 旁边的玛丽 目睹了这尴尬的时刻 杂志把亲吻照放到封面 她很快传遍欧洲 各大八卦媒体 让当麦王室 连伤无光 当麦小豹 早就怀疑 约阿基姆王子 喜欢嫂子 这下更肯定了 写了很多文章 讲述四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当时正是玛丽对王子的热恋期 这起丑闻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有小报报道 她已经将她视为敌人 为了消灭 周里不合的传言 玛丽特女王 开启了一场 王室宣传活动 她让两人一起参加活动 一起交友 一起看歌剧 王室拍了不少 轻松愉快的照片 把民间的质疑声 压了下去 但王室专家说 两人私下的关系 并没有变好 不是说他们相处不好 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和谐 他们不是朋友 也不会是 因为他们性格迥异 所以几乎不可能成为朋友 当迈名媛 卡洛林 弗莱明的加入 更是让两人的关系加速恶化 玛丽从澳洲搬到当迈后 最好的朋友就是卡洛林 她教她当迈的文化 告诉她哪里好玩 她是王楚飞 在当迈的生活向导 因为感情好 玛丽还当上了 卡洛林女儿的教母 每次生日必参加 2015年 卡洛林参加美国综艺节目 《伦多淑女》 打造出更吸睛 更豪放的个人风格 她经常拍裸上身的照片 参加派对和她烂醉 成为丹麦的话题女王 王室警告玛丽 远离卡洛林 因为她日后要当王后 不应该和这样 有争议的人交朋友 玛丽照做了 连卡洛林父亲的葬礼 都没参加 这让卡洛林很生气 她和玛丽大吵一架后 不和她来往 转而和玛丽好起来 多年来 玛丽也认识卡洛林 但两人的关系 一直很平淡 属于认识 但不熟的人 和王楚飞闹翻吼 卡洛林和玛丽 成为最好的朋友 前者还写了一条 肉麻的印字 贴文 有情是生命中 最好的礼物之一 她教会我去爱 去咸行 去启发 我们的有情 持续了17年 我为你感到自豪 也为你做的事 感到骄傲 我的心里 充满爱和鼓舞 感谢你的陪伴 佩图是两人 紧紧的搂在一起 当卖王室专家说 卡洛林和玛丽此举 绝对是在挑衅 王楚飞 让她心里不舒服 这些剪不断 离还乱的事 让二王子和大王子 一家的关系 越来越差 约阿基姆王子 从小就和哥哥的关系一般 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 兴趣爱好 也不一样 身为二王子的尴尬身份 让约阿基姆 对哥哥颇为嫉妒 认为王室里 没有自己的位置 就这样僵持了几年 2019年 女王让约阿基姆 和玛丽搬到法国 远离国内的王室事务 玛丽清楚地告诉 当门媒体 搬家的决定 不是他们做的 换言之 他们是被流放过去的 两口子在王室的影响力 变得越来越稀薄 越来越边缘化 而王储和王储妃的道路 变得更加顺畅 疫情发生后 女王把很多王室工作 交给弗雷德里克和玛丽 他们完成得很不错 玛丽更是多次代表 女王发言 在丈夫和女王出国时 她还担任 当迈的摄政王 前发生的事 让约阿基姆王子很焦虑 2020年7月 她因脑血霜 紧急入院 情况危急 哥哥弗雷德里克 王储妃到法国 看望她 两人的关系 好了不少 但让当迈人不解的是 玛丽王储妃 没有去 难道两人之间 还是很尴尬 玛丽和玛丽的关系 也没有恢复 自2019年10月后 两人一直没有碰过面 一个王室内部人员 告诉媒体 他们从来没见过 两个王妃一起做事 无论是私下 还是台面上 他们过着 完全不同的生活 从命令 约阿基姆和玛丽 搬到法国 再到剥夺 两个孩子的 王室头衔 当面媒体认为 这是女王 一步步削弱 二王子的影响力 她是一个不可控的 经常惹事的人 再加上 她和玛丽 明里案里 透露出不满 会危害 王室形象 这次 夺明风波后 约阿基姆和玛丽 公开承认 他们和大王子 一家的关系不好 也埋怨 女王和大王子 事后没有联系他们 双方的沟通 断掉了 为人父母 心里难受 可以理解 但这些话 把当卖王室的 内部分争 都暴露出来 论抓马程度 和英国王室 不相上下 女王在前两日的 道歉后 没有对夺明一事 进行更多解释 今天她和玛丽 弗雷德里克 一起出席活动 对四个孙子 孙女的事 避而不谈 看来 他们的王室头衔 是保不住了 年纪最大的 尼古拉王子 发表声明 说她和家人们 都很难过 感觉一切 发生的太快 前两天 在巴黎公园里 一个法国女子 拦住 约阿基姆和玛丽 说他们的孩子 永远是 她的公主王子 让两人感动的 哭起来 表面上 岁月静好的 当卖王室 戏巴出来 也有这么多事 吃瓜群众 看得津津有味 只可惜 几个倒霉孩子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